这个世界人与妖互相追求 就互相利用 只为成仙 能偷听新生的妖灵 居然被大夏剑林荡成妖怪抛弃 还被狐妖意图捡走未养 上天恩赐我妖巢 我喜欢你充满仇恨的眼神 跟我走 十年后我要你有用 他也一起 陛下大夏皇朝正主行庆天仪式 这个时间 他不能会 你当个几年太子 生命有意 一个被大夏剑林荡成为怪胎 抛弃丢到人类 能认为妖族太子的居然 怎会随在大夏 庆天仪式是屠妖寄天的圣人 你又不是妖 尊敌陛下 记住 十年前你的太子之位是怎么来的 别忘家揣错忘心 哥哥 大夏皇朝的人 是不是都很讨厌妖怪啊 也不全是 更多时候 妖和人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平衡 那哥哥 我为何经常听见 边境有战士的消息 自缘交换吧 妖装人八匹抽筋 化皮化笔化心 才能修炼人生 得到成仙 那人体怎么修炼啊 要么锻炼体魄到极致 到通天 要么关系不鲜 招文到西路 哥哥 你修哪个的 哇 变色 妖刺客 下太子 你是妖皇的太子 还是大夏的太子 二天要恢复我们 至于到三海关 反正被过路的妖怪之 二皇很有心 欺负大 二皇就是金属太子 和这种残热的人物 完全能合作 我觉得我很惹 倒是忘了 你能偷心心生 那能听说 你就是走狗屎运 做了东宫太子 否则十年前 就是让我拉出来的粪便 你敢侮辱我哥哥 我咬你哦 别忘了二连下的吩咐 一个人不当妖狗太子 我早就看他不省了 今天就是陛下来了 我也要杀他 忘记说了 五五刀不弱 青芒可是化人静的妖怪 在我妖族中也是赫赫有名 怎会扛不住下凡一拳 下凡的实力竟如此强横 谢谢护国大将军夸奖 太子殿下 你再下一盘打棋啊 记得替我转告二皇子 我全都狠 那就不送殿下过山海关了 告辞 回来得这么快 下凡他出关了吗 回殿下 下凡的实力已经远超于我 不需要护送了 青芒死了吧 殿下请忙他出言挑衅在先 死得不冤 可是殿下 下凡他终究是人族 会不会 你若知道他的观想之物 便不会有生起这种想法 说白了 下凡图谋不在于妖族和人族 难道他志在成心 可是咱们这个世界 已经有数千年没出过新人了 嗯 成先 你还是太小看下凡 大夏皇朝不允许 有位登记的妖怪进入 这是我的通关文书 都说了 大夏皇朝 怎么会 你这文书 你把我当傻叉呢 你和我一样都是 妖朝还让你当太子 再说了 你就算是妖族太子 怎么会没人护送 就带这个小破狐妖 何人敢闯山海关 这司难道是五道大宗师 全朝堂上下不过 百位五道大宗师 我都认识 怎么没见过她 因为我是妖族太子 你手下把我通关文书四岁 我只能抢闯 妖族太子 你分明是人 我 soc不允许太子 我都唯一不允许太子 我都不允许太子